小老闆,这个就是那个Android System 1550的那个配套 这个就是点唱机的桌面,我没有连接那个Stand 那个Stand是黑色的,然后它的那个 那个框是这样的咯,同色,然后后面是黑色 然后HDMI,连电视机,然后还有一个RCA 红白连去Amplifier的,就是连去你上system 就可以了,然后插上电源就可以了 OK,这个你可以放大 放大你可以对着这边插,电视机是这样咯 放大,这个是Touchbar 这个是它的系统咯,点歌系统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Display,它的歌曲Display OK,你可以这边选歌曲咯 这个Single的,你按进去 OK,就是点 这个是歌曲的,sorry,讲错了 这个是,这个是找歌曲的 OK,你可以慢慢找 或者这边search也是可以 OK,它可以手写,英文,数字,拼音都可以 OK,好像 OK,这个回去,然后你可以这边 歌星点歌,你可以找歌星咯 好,这边是歌星的 好,这边是歌星的 它已经表现了5万首歌了的 你可以唱里面5万首歌咯 然后它这边 这边是点歌那些的 抖音那些都有的 分类歌曲全部都有 OK,好像你要唱卡拉OK的 所以你要按这个 半唱原唱 这个就没有声音了 这个是卡拉OK版咯 OK,它的Android System 还有那个应用的 它自己有App啦 它可以看那种 电视节目啊 电影那些的 OK,你按应用里面 你看 你可以转去这边 OK,这个就是中国的电台咯 你 OK,它可以放App的 Android就好像有TV Pop Function 像这样子你可以放App下去 然后可以播电影啊 那种电视台那种咯 全部都可以的 好,这个点唱机 还可以微信点歌咯 你可以用你的微信 它要scan那个barcode 你scan了这个code 你follow了它 你的WeChat就可以操控 这家点唱机了 就要播歌啊 check啊 那你全部你就可以 在手机那边 操控咯 OK 就这样子啦 好,大家看 这个 终于